LOTUS ELECTRA 廠方稱自己為地球表面最快雙馬達純電SUV LOTUS ELECTRA 車系分為ELECTRA、ELECTRA-S和ELECTRA-R 後者還有輸出9805匹 扭力985Nm 0-182.95秒 那你會說Model X Play 因為有三個馬達所以不計算 全線ELECTRA都是配備有112kWh的電池 續航力去到600公里 車長5.1米 闊度連鏡有2.2米 車重還未公開 不過早前LOTUS說研發目標的重量 只可以僅僅低於2噸 就算細細部的EQA250也超過2噸 那尺寸與EURUS差不多的ELECTRA 配備有5個DRIVE mode 有氣壓避震、Torque Rectoring KEF15個喇叭 還支援自動駕駛的LIDAR 可以選4座、5座 推出初期會有6隻車身顏色 5款Ti-Link 內籠還會用循環再造物料 武漢製造的ELECTRA 將會先行供應給中國和歐洲市場 首批車主預計2023年上半年就可以收車 英國售價是89000磅到12萬磅 香港問過代理 三個版本都會引入 不過實際價錢 估計要過200萬才有交易 盧斯萊斯 盧斯萊斯 價格數只有0.25個CD 這次另一個焦點就是Planar Suspension 系統會用Sensor偵測路面的彎角和凹凸 即時主動調整防傾桿、吸震和四輪轉向 Sparter是一部雙門跑車 價格大乎在35萬美元的Counidon 和46萬美元的Phantom之間 新車軸距長達3.2米 重量差不多3噸 不過廠方的詳細Sparter 仍然在賣關子 暫時已知 輸出扭力有98Nm 馬力有585匹 0-100km 4.5秒就完成了 外媒亦推斷如果要有520公里的續航力 電池起碼要超過100kWh 外觀上Sparter身上 可以看到Rave、眉影 和幻影Phantom Coupe的影子 但望落比兩者更闊和低 再加上23吋輪圈 和經過調整鬼面罩造型 整個感覺很Sporty 車廂和其他Rosevois相似 但乘客位各自有獨立的顯示屏 而且那個星光頂縫也延伸到車門 根據保馬集團的電動車路線圖 他們旗下三個品牌 盧斯萊斯、寶馬、Mini 將會是最先全面電動化 寶馬就已經在2021、2022年推出 iX、iX3和iX4 未來2023年將會重點推出 i7和i5 和Mini Countryman Aceman 暫時來香港只有i7 X-Drive60型號 配備101kWh的電池 前後雙摩打總共輸出544匹 扭力745Nm 0至184.7秒 續航力625公里 畢竟都是寶馬第一部電動泡滑坊車 所以寶馬首次推出 BMW Individual 訂製的雙色車身顏色 給買家選擇 車身窗框、車頭蓋、車頂、車尾 可以一隻色 車門扁又另一隻色 i7 車內氣氛燈總共有15隻顏色 除此之外 後座兩邊有個5.5吋輕觸式螢幕 給後座兩位可以調校冷氣 以及控制娛樂系統 價錢還可以升級 39個BMW喇叭 以及一塊橫跨後座正中央 31.3吋的8K全景顯示屏 這個車也配備有電子懸掛 以及後輪轉向系統 預計i7X-Drive60 會在2023年第二季來到香港 價錢方面一換一就200萬起 M Sport Edition就貴多十多萬 但這樣看 車價和性能 它就剛剛介乎在EQS 兩個版本450 Plus 以及AMG EQS 53之間 平置EQA小型揭背 EQB7座SUV 旗艦的C、E、S Class 都轉為EQC、E、E、EQS 連EQV都有了 2023年它還會將EQE推出SUV的電動車系列 總共有五個版本 350 Plus、350 4Matic、500 4Matic 還有高性能AMG版 43、53 4Matic EQESUV和房車版EQE 共用EVA2的底盤 車場Wheelbase比房車短些 但封鎖係數到0.25CD 成績不錯 支援最高170kW充電 快充15分鐘可以拿到220公里 全線車系都是用90.6kWh的鋰電池 除了普通版之外 還有EQE43和53兩款AMG版 亦都是Mercedes AMG首款高性能的電動SUV 它們前後兩個AMG專屬的摩打 分別可以炮製出476和687匹馬力 0至100 3.5秒就搞定 極速達到240公里 還有後輪轉向 AMG氣壓被震等等設備 價錢還可以添置Boost Function 和陶瓷的煞車碟 新車會在12月美國廠房開始生產 預計2023年第二季來到香港 同場加應 我覺得EQESUV和EQSSUV真的很難分 給5秒你們看看分不分得出哪部 還有有什麼不同 答案就是日行燈的樣子 水箱環曉 下巴的空氣動力 還有後面的保護桿旁 POLSTAR 不極升 第一部純電底盤的電動車POLSTAR 3 在今年10月 COPENHAGEN 發布 開始是屬於中大型的SUV Wheelbase有2.9米 香港就只有Long Range Dual Motors可以訂 二向價130萬 第一批有機會在2023年第四季來到 其中一個亮點 續航力去到610公里 採用四驅布局 兩個馬達輸出489匹馬力 扭力85.7kg 0-105秒 用寧德時代鋰電池 有111kWh 電池支援400V充電 250kW 由10-100 半小時可以差10-80% AC中充也可以支援11kW 原裝配備有雙膝空氣懸掛 主動式吸震筒 確保舒適和操控有最佳平衡 這個車採用Volvo提供Navidia Drive 電腦中央處理器 還有五個鏡頭 五個雷達 十二個超聲波感應器 提供更強的輔助駕駛系統 為全自動駕駛做好準備 車廂採用大量可持續性物料 中控台有14.5吋輕觸式螢幕 採用Google作業系統 還有木紋色版 橙色點綴 原浮式設計前座手枕 令車很有北歐風格 首年訂車會免費除車配備 Plus Pack和Pilot Pack 標準設備有全景天窗 21吋TiLink Head-Up Display 25個喇叭 B&W 3D 環迴音響 現代 IONIQ 5 和 Heia Kia EV6 兩款純電動車 2022年分別拿了世界年度風雲車 年度電動車 年度最佳設計等等這些獎項 的確令人很期待他們接下來計劃的純電動作品 現度汽車表示2030年之前會推出至少17款的全新電動車 當中11款是現代 而有6款是Genesis Kia就表示過他們2026年之前會推出11款的電動車 當中有7款就是建構在之前EGMP的底盤 現代 IONIQ 6 它在2022年8月底韓國展開的預售活動 之後一天已經收了37,000張訂單 其實它之前IONIQ 5 和姊妹Kia EV6 Genesis GV60 都是建機在同一個EGMP的底盤 電池分別有 53 和 77.4kWh 的鋁電池 支援 400 或者 800 幅的快速充電 又有 Vehicle to Load 但是長續航板竟然可以走到 614公里 究竟怎樣做到呢 原來就歸功於它調低了封阻係數到 0.21 0.21 真的是一個很低的數字 和之前CUV IONIQ 5 不同 IONIQ 6 的定位就是偏向仿跡的設計 除了保留了 IONIQ 5 Pixel Light 外形就變得流線型很多 外形有點像保時捷 還有一些主動式的進氣裝置 輪拱旁邊的氣簾進口氣 大型擾樓板減少了 TIE 旁邊的縫縫 等等這些 Aerodynamics 的配備和設計 令它的續航力增加了很多 再說遠一點 它們 IONIQ 7 呢 2023年應該會開始見到多些它的消息 2024年會有得賣 重點當然是它是一部SUV 還要有三排的座位 電池容量應該去到 100kWh 可 niew耶 KIA EV9 之前在 LA Lot參加車展展出過 2023年將會投進市場買 聽聞,除了歐美市場之外,也會來到亞洲 是第一部三排可以坐到7個人的SUV 車頭有點像一個老虎的鼻哥 叫做Tiger Face 另外還有重新設計過的Pixels 穿的時候,左右兩側的LED Star Pro 做到一個型奔奔的概念 而且還會加入一些高科技 例如OTA Over the Air的雲端更新 人念變色, features on demand 英國知名品牌MINI的故鄉牛津Oxford 原本是MINI主要的生產地 不過近來新負責人說 牛津車廠未為電動車作好準備 作為長城汽車和寶馬合資項目之一 下一代純電Countryman或Aceman 將會改為國內生產 四門的Countryman是他們品牌第二最賣的款式 雖然未有很多資料 不過很多SpyShot都肯定 2023年就會推出這一部 一些我們知道的資料 將會變成更加大部 接近X1的尺寸 都是好事來的 可以多擺一些電池 因為它現在的MINI-E 續航距離真的很短 有Range Anxiety 樣子很漂亮 磨到很開心 很清新的 新一代會用新的FAAR底盤 替代之前的UKL 日產其實在1947年已經有電車 說近2011年已經有電車LEAF 大家在街上應該都見過 不過這次它新推出這部Area 完全改頭換面 屬於一部小型的SUV 採用它新的CFM EV純電底盤 內籠也採取一些簡約的設計 有些Gimmick的 例如中控台和手枕位都是木材 按鍵可以整個移動前移動後 還有一個位置 按鍵可以移動出來 放銀包之旅 不過其實手動好像會快些 新車預計有三個版本 細電65kWh的兩區 和大電90kWh 兩區和四區三個版本 重點要介紹一下E4FORCE 原來它說用電腦 可以分配不同的動力給前後滑 達至轉彎的穩定性 再看拉面廣告 就知道它還可以令到臉是完全不捨 即是裡面應該坐得很舒服 即是要試過才知道 現在廠方說 預計2023年尾就可以交車了 細電版65kWh的續航力 大約400公里 一換一的價錢估計40萬以下 至於大電版90kWh 就要等公司公佈才知道 比亞迪2022年有Eto 3和E6 去到2022年尾12月 公開發表了萬眾期待已久的 超高性能電動跑車海炮 外觀和內飾顏色 靈感來自自然界海洋淡飾系列 一線的LED尾燈 分體式的大燈 引擎蓋上的線條 和下面的Spoiler Diffuser 令整個設計很Sporty 車身側面的線條也很收長 加上隱藏式的門把手 把風阻係數降低到0.219 內籠方面有水晶的電子波棍 和保持中控台上可以旋轉的螢幕 而錶板亦換成10.25寸 值得一提的是 比亞迪的CTB電池車身一體化技術 第一次搭載海炮的車型 比亞迪汽車工程研究院院長 比亞迪的CTB電池系統 體積利用率提升到66% 以及作為車身結構 參與整個車的安全 令整個車的Torsional Rigidity 扭轉乾度提升了一倍 而刀片電池也會採用 類蜂窩三文字的結構 和很多車型一樣 會有三個版本 標準續航、長續航和四驅版 細電就有61.4 大電就82.5kWh 長續航的後驅版去到7、8公里 四驅Performance版 0至100加速3.8秒就搞定 內地售價已經去到22至20萬人民幣 香港代理就已經收緊訂 價錢應該起碼都要40萬起 預計年底會有幼泰車來香港 至於主打城市代步用的海豚 配搭45kWh 輪胜鐵、刀片鋰電池和前置摩打 續航力去到405公里 一換一二向價不過20萬港幣 不過由於內地求過於工 和聽聞又泰出後版文件審批需時 相信去到2023年第一季才能見到真身 MG繼首輛ZSEV電動玩樂車來到香港之後 內地稱為木蘭的MG4 日前來到香港 MG4配備上氣集團全新的MSP電動車底盤 和福士ID3一樣是後置摩打 前後重量比例5050 再配有寧德時代提供的三元鋰電池 厚度只有110mm起 據說比任何電動車都要薄的 51kWh的鋰電池版本 最大馬力170匹 扭力250Nm 續航力350公里 一換一價錢259,000起 頂級版64kWh的長續航版本 馬力有204匹 扭力250Nm 續航力去到435公里 車價一換一 269,000起 首批最快2023年3月就開始交了 原車亦配置11kW的onboard充電器 同時亦支援135kW的DC快充 10-80%可以35分鐘充滿 Aura就是長城汽車在2018年成立的電動車品牌 內地官網大大的標題就說 更愛女人的汽車品牌 他說要打破車壇既有的大男人觀念 因為很多電動車都是追求極限的性能 沒有真正重視女性駕駛的需求 看看這輛車究竟有多Girl Friendly 首先外形就車仔細細 同一架Golflet差不多大 車頭有點像保時捷的911 內籠又有點像Mini Cooper那些 座位不算很闊 適合女士的身形 香港就有兩款車 一個是Funky Cat 300 二項價254,000 續航力有300公里 配備48kWh的輪酸鐵利電池 那400Pro呢 二項價30萬有爪 續航力400公里 電池63kWh 不過它就是用三原理電池 馬力有167匹 扭力250Nm AC交流電中速可以吃到11kWh 而DC快充就80kWh 那400Pro這部呢 配備都真的挺吸引的 30萬元左右的價錢 可以有400的續航 電動腳踢尾門 全景天窗 但是有窗簾 360全景鏡頭 轉線、倒車輔助系統 10.25吋輕觸式螢幕 Apple CarPlay 眾神奇就是有通風和按摩功能的座位 同級其實真的只有它才有 那代理是誰呢? 就是英之傑 英之傑其實是代理香港汽車品牌 例如豐田、力智、Jaguar、Land Rover一夜 車的保養就是4年或者15萬公里 電池就8年和16萬公里 那現在訂車2023年第三季都可以交到車的 在國內他還說有一種叫守護模式 標榜就重視女性行車的安全 如果車主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會無聲無息地把車內的影像和定位 傳到5個緊急聯絡人 但究竟香港到時有沒有這個守護模式 我覺得這部車的配備和外形 的確女士會挺喜歡的